也就是说不是中方炒作 是美国的鹰派 美国的安全部门 美国的五角大厦 还有美国的这些国会议员 跟台独的台湾的民进党 他们河流来炒作两岸的议题 所以两岸的议题 事实上是被美国等炒作出来 炒作的目的是希望 拉欧盟拉日本来介入台湾的问题 干涉中国的内政 这就是故意这样做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已经看出来没 前一段时间搞得风风火火 全部都是美国跟民进党的台独 他们在炒作这个话题 然后好像变成两岸之间快要打起来了 责任在中国大陆 这个是他们有意炒作 现在发现炒作的第一个无效 第二个大陆才不会理你 第三个就是你越炒作 我大陆打你相关的人就打得越凶 您看到T7的这些国家 全部每一个都灰头土脸 所以马克宏先转向了 宏德莱恩也转向了 全部都转向了 然后现在就死硬派的 就是日本、英国、加拿大 把这三个国家死硬派 连他们的老大美国都悄悄的想要转向 那您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事吗? 还有一个死硬派 就是德国的外交部部长 可是德国的外交部部长却跟他的总理不同调 那到底是外交部长说了算 还是总理说了算 观众朋友您觉得哪一个关比较大? 我觉得一个部分里面就是中国很强硬的去应对 然后美国确实在这段时间的炒作 让他自己自讨没趣 而且也得不到任何便宜 因为中国绝不屈服 我们所谓的打台湾牌是有目的的 那这个目的就是希望说你中国拿什么东西来跟我交换 你拿东西来跟我交换 我就不打这个台湾牌 在过去我们平心而论 2005年到2006年 那段时间美国他们确实在打台湾牌 那个时候就是民进党的陈水扁震的时候 所以民进党的陈水扁台独的 跟美国就勾连 那他们打台湾牌 你陈水扁就在那边主张一边一国 叫得很大声 两国论也都提出来 那个时候的中国妥协了 中国在那个时候说 您美国去帮我处理一下这个陈水扁台湾 然后您一定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我帮你们处理朝鲜 所以中国在朝鲜这个部分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所以六方会谈 那就是因为中国介入了 朝鲜从中国身上得到了很多的原油 很多的美元 还有很多的粮食 中国损失很惨重 除了这个以外 中国还帮美国处理伊朗的核问题 而且在联合国对于美国的任何提案 不能够提否决票 顶多只能提弃权票 所以中国被僵住了 因此美国也好 G7也好 他们每一个国家都兴高采烈的到中国 每个人都嘴巴讲一个中国原则 然后就波音空八几百下 所以他们每个人的核包赚得满满的 他们开心到不行 所以他们现在又发现 又是民进党执政 因为之前后来是马英九执政 马英九一上来以后 马上宣布九二公司 一个中国原则 G7没有办法炒作 一个中国原则 所以那段时间 中国在联合国里面开始提出佛权权 然后朝鲜的问题 中国说你们两个自己处理 二方会谈 对 六方会谈再也没有 所以2008年一直到现在 没有六方会谈 好不容易民进党参与文上来了 又开始搞一个中国问题了 这个时候他们就要中国大陆说 你要我讲一个中国问题 你就拿东西来 那习近平开玩笑 他哪是暖弱的国家领导人 这一招我觉得到现在 不会再用了 你要拿台湾问题跟我谈 我不会跟你谈的 不但不会谈 而且是谁打台湾问题 中国就给他好看 那么经过这段时间 这些国家相继的都付出代价以后 有些国家他吃不住了 所以马克宏就放了第一炮了 那德国冯德莱恩也都开始有 这个是欧洲的主流思想 好那你想 现在你日本在打台湾牌 坦白说 中国大陆对日本就一点都不客气了 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各位 你想拜登突然间宣布 其实我觉得有几个作用 第一个拜登发现在打台湾牌没用 第二个对于他的选举不利了 第三个就是美国人打自己的 美国人一直在强调说 我只要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我就能够威责中国 让中国害怕 说我好怕 所以这个台海的安全 台海的现状就能够稳定 现在中国当美国人讲说 你要2027年要打台湾的时候 那不是就是说 我美国人下不住你了 自己不行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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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